宣战进入最后阶段 许多候选人开始进行扫街败票 而第一选区候选人徐子方提出了提升在地传统市场 争取改善停车空间 创建轻盈共好环境 监督美轮溪整治整体计划 希望能够获得乡亲的支持 徐子方表示留在议会才能够真正解决民众的问题 县长徐政委更是在成立大会中表示 恳请支持徐子方留在议会 各项政绩服务大家都能够看到 更是坚定理性的力量 有智慧的花莲乡亲一定要来支持 徐子方是徐政委的最好的姐妹 各位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 找徐子方就是找徐政委 找徐政委一定支持徐子方 让他们两姐妹来为我们所有花莲市 花莲乡的乡亲做最好的服务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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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的麦克风借由他能够到议会 能到到县政府 能够给真卫最好的政策 最好的建议对不对 对 这样的徐子方 我们舍得让他进不了议会吗 不少人对不对 不行 我们要不要支持 要 要不要支持 要 徐子方也指出 在他的十大政见当中 持续监督美轮溪的整体计划 提升在地传统市场 争取改善停车空间 将会持续的监督县府 相关单位的执行与计划 在这儿呢 最后的一些时间 我也要恳求大家 让子方继续留在议会 来持续推动县政 成为有力的推手 那子方呢 也会持续的监督 美轮溪的整体计划跟规划 然后最需要改善的呢 也是提升我们在地传统市场 还有会积极的改善 我们需要的在地人的停车问题 子方呢 在每一场的地方的治安 不管是治安座谈 或者是基层座谈 都听到民众的声音 有提到这个在地人的停车问题 我们先不谈观光的部分 连在地人的停车问题 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希望 我可以极力的争取 在地人的停车问题 他也表示 从就职到现在 历经了两年多 自己当四年再拼 不管大大小小的会刊 无论任何的议题 都会争取相关经费 全力以赴 对民众的肯托 更是不敢懈怠 他更表示 很多朋友相当担心他 也请大家把这份 担心化为力量多拉几跳 让他继续留在 华林县议会为民发声 记者凌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 偷一脚印